生了一個組長 我就問他 你花了多少錢?肯定的啦 升官一定要花錢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 30億 30億和台幣多少錢 400多萬台幣 台幣400多萬 做三年 三年就回來 沒有,做三年 你知道四百多萬是做三年 那我問他 那你大概多久能夠賺回來 他說六到七個月 你這樣回收率多花啊 對啊,一定花啊 所以他只有三年而已,三年你要繼續做,你要花錢 因為很多人等著這個位置 你要有門路,要有關係 你才能夠被拍到那個位置 交通警察的組長 而他這個位置的話呢 最肥缺 油水最多是在哪裡 不是這種手路邊的 路邊的小卡而已 這邊最賺錢,這邊調到港口附近 工業區附近 那天每天有貨櫃車 貨車進行出租 先別講有沒有違規 只要你車子從他的設定的站經過 一台車站經過 五十萬 一張阿拔 哦 和台幣七百塊 買入費 違規超債 走私 定算 哦 不然的話呢 一般人家走私都要先疏通 我今天這部車經過 你不要查 多少先生 都是這樣子 半年到六到七個月 我跟你講 他每天一部車這樣子 七百塊 再收 他不是一個人要 刀規矩 規矩 六四 六四分賬 對啊 誰把你派到那個地方啊 你上面老大 老大 老大派你出去 就是你去外面賺錢回來 你要往上繳打 老大要六 因為老大上面還有老大 我收了 我老大收了 我要往上面繳打 一起繳一起上 哦 啊 剩下百分之四十的 不是他一個人要的 是那一組人再分 一組人再分 一組人再分這百分之四十 那半年六個月到七個月就算回來 你知道他每天收多少 很驚人的啊 哦 不然的話你以為 那怎麼能夠掉出來 有爆發 哦 所以我們講 在越南都會緊 不要相信警察 我們這邊不相信警察 我們的司機大哥最討厭就是警察 哈哈 哎呦 在這邊 車子被偷走了 摩托車被偷走了 一般來講四萬那種被偷走就算了 騎三十萬的那一台 一五零二一 好看起來 報警 摩托車去報 報案 摩托車 找到再告訴你 永遠找不到的 你放心 絕對找不到的 但是 這邊的規矩 這個我們大家都懂的 我們是民間 去報警完之後 弱完口供 啊 就把警察帶到外面去 啊 私底下來 一兩一半 規矩 不到幾天就跟你找回來了 那台車三十萬你就給他要給他十五萬 他就很快幫你找回來 總比全部沒了 那你會後悔沒去考警官嗎 沒有用啊 我考了之後 我又沒有什麼關係 我也沒有四百多萬可以繳上去 我可以借給你啊 好 少講吧 明天呢 你們這團送了我去考警察去 但是你先把錢匯給我戶口 你投資我 對 六四分賬 你就是我的上司 這也是回缺耶 對啊 沒那麼簡單的 真的要關心很重要 在越南最重要的 你要如果你要從政 哦 你要從那個官圖那邊 往官圖那邊走 發展 你一定要加入共產黨 選舉啊 有選舉啊 有選舉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去投票啊 但是我們人民只能投給 那個國民代表而已 我們國家重要的職位 什麼 別說什麼 太高了 反正 政長市長那些 鄉長 派的 全部只派的 全部都選好了 提名給你們 你們人民去投 沒有用的 那個沒有用的 你要加入共產黨 你要從官圖都來講 一定要加入共產黨 你們台灣入黨 很容易 兩個黨費 藍色就藍色 綠色就綠色 隨便你挑 跳來跳去都可以 在越南沒那麼簡單 越南9300萬人口 共產黨黨員 不到500萬 非常少 哎呀 挑啊 你在路上看到那個警察公安 他不一定有共產黨黨籍 要告訴你 他自己要努力奮鬥入黨 入黨有什麼好處 今天你當官 你從政 你沒有共產黨黨籍 你的官 再怎麼升 就到這裡而已 就不能往上衝了 但是你有共產黨黨籍 你的官圖是無限的 好的位置都會留給黨員去做 怎麼樣才能入黨 一定要禪禮三代 身家清白 還有血統要純正 對啊 什麼叫血統要純正 來各位 我 沒門入黨 為什麼 只有那麼四分之一的中國人血統而已 羨慕出去了 不是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出生的時候都會護具 去報報戶口 啊 你是 你的上一代是誰 在上一代 爺爺那代是誰 你的籍貫是從哪裡 全部報出來 你一定要純種 純血統 金族人 金族是越南最大的族 我們九千三百萬人口 分為五十四族 這五十四族裡面的話 最大的族 也佔了百分之八十八的人口 那就是金族人 就是你們講的越南族 北京的金 我就那麼四分之一而已 就不算金族人了 因為阿公是勞廣 所以我們在越南 我們會編為華族 那可以偽造嗎 偽造不了 偽造不了 因為你上一代 除非你這個完全用別人的身份 能不能偽造的話 就沒試過 也可以試試看 但是你要花多少錢來試 對啊 所以我講 有華人血統 他不讓你從政 因為越南跟中國這個關係非常敏感 所以我要加入共產黨 不用想 對啊 而且還有第三個條件的話 你一定要從小就開始要培訓 對啊 培訓啊 從小就要培訓了 馬列主義 不是明思想 一定要跟著這個道路在走 絕對服從 有時候你覺得他們做的事情是不滿意的 你也不能講 要絕對服從 那你的小孩咧 或是你再往下行 那個以後就不知道 以後政策會不會改變 那不曉得 但是到我這一代來講都還不行 你知道我小的時候我媽到也去算命 那個算命跟我媽講 你這個兒子以後長大很厲害 一定是做大官 我媽說不可能 因為我們家裡面 血統不純正 不可能做官 那個算命是說 如果你兒子以後不是做官 你來拆我招牌 他說你兒子的命格以後長大 吃飯都吃餐廳 大都大飯店 出門都有孫子債 講話大家都點點聽 對 往東的話 一群人跟你往東 一個人跟在後面 往西 一群人跟你往西 對 潛乎路勇的 反正你停下來 人家就跟你停下來 應該不敢從你前面 那不是做官做什麼 那你很準 還很準 還要做豆油